1905年,两座欧洲的新藏城市巴黎与柏林实现了电话的直接通讯。 这一创举不仅拉近了两个主要首都的距离,也象征着通讯技术的一大规律,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新的动力。 同年,在遥远的东方,清朝正经历着辛亥革命的酝酿,中国人民心中的变革火种正巧然点燃。 巴黎与柏林的电话通讯在技术上的突破,不仅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,也为后来的政治、经济全球化趋势埋下了伏笔。 而中国则在这一年加速了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步伐,走向了一个崭新的未来。